29年前的教师节那天出生的 因为做毕业设计压力较大 给家里打出几通电话 我送你这次 留意说 他还带着去你的妈妈洗 妈 妈 这玩意呢 这玩意呢 太高兴了 厉害我们大的惊喜 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妈当时打电话过来 说家里面水管爆开了 各种副能量 好的 家里面现在都靠你撑着 然后他这次来了也挺棒的 你还是给他一个电话鼓励一下 在他上台之前 我妈后面也给我打电话了 是吧 是 上台之前来电话 预祝我演讲成功 他说你是最棒的 他本身是一个很爱心的人 他选择老师这个工作 就是通过对小孩子一些教育 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爸爸他自己小时候 生活一场大病 那么在这场过程中 他其实受到了很多智商歧视 因为我跟我爸会去跟老师去律 然后大家都会在吃饭的时候跑开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我爸学校上学 就会觉得大家平时都很喜欢我 然后但是就是就是在初期的时候 就都要往上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可能从小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负面的看法 我家的一些宣传交易 我觉得没有做的很到位 没有这方面支持的人 或可能本身自己素质也参差不齐吧 我会做一些在这场上的一些很明显的提示 我觉得到现在其实可能也没有说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爸爸他其实是经历过一些被区别对待的经历 他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做公益志愿者 我觉得很符合他的职业生涯规划 发点鬼气 家庭应该说很和谐 在儿子这件事上 我们夫妻俩都是完全想开的 比如说我在德国的时候打视频 都要把我们关起来 感觉大家压力都挺大的 他们压力大 我压力也挺大的 现在在我们家里面是好很多了 去年国庆到今年过年 我有去跟我爸爸这边的一些亲戚去出会 他同意他和我妈有跟我一块去 是我的主意 因为我觉得我爸妈还是不太 这个事情还是不太愿意直接跟亲戚去讲 然后跟我姑那边说的时候 我姑对一开始的态度还是会比较实情 他在我们那边一个小县城上 也是应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 但是他的儿子和他的闺女 名叫儿媳妇 会相当来说更包容一点 因为他的儿媳妇是一个英语老师 所以当时那天我出会的时候 就算是我的姐姐吧 或者我的媳妇嫂嫂子 就当时还会替我说 就是他周围有这样的朋友 包括如果他们的小孩是这个情况 他就会说希望 用他这个样子去生活 就也会在旁边去帮助我这样 跟我大爷的话 今年过年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判断就是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在 我大爷因为是我这边的就是我爸这边的大哥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需要他拿主意 那么长期下去 我觉得这个习惯上一方面他比较有决断力 但另一方面就是他在济宁那边 就是在孔父子的老家 那么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 包括这些男女有别啊 或者是一些男生女生这个观念 我觉得他还是 我自己感觉是比较明显的 想了想就没说 其实我大爷很早就知道我这个事情 我当时刚出位的时候 我爸很无助 然后跟我带着 人话说一公司这个情况 我大爷就说他可能只是年轻 然后就是想玩一玩 估计等年纪大了 闻一下来就肯定还会找女生 今年四五月份 他是听别的就是说了 我出来的立功这个兴趣下呢 天生的也改不了 他一开始呢就是说很难接受 他认为这个腾炼呢 是一个很丢人的事 我跟您当年一样 是啊 刚那个时候我爸就会说就是 立功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不接受 要不然我们交 我们俩家后面反正交 后来我就也是不断地给他 发一咖啡的资料 他看了以后吧 最近两个月就再了解这件事了 好多了 主要还是受了这些心理学 这个数据的影响 可能因为那些人的原因 我们已经太强势了 当时就是误认为这就是 误认为这些心理 可能平时我妈也会在一些小事上怪罪你 就是生活上的一个方式 可能是我妈会把一些伤亡的小事的 这些运气发在你身上 所以这种沟通模式可能我觉得 慢慢的你会习惯 然后在感受上很难接受 那肯定这个时候很难说是我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对自己的贡献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选择 对自己比较亲近的人 用一个攻击的方式 通过参加跟一般的工作 通过这样的讲解 他最终明白 儿子性取向这件事 不是他的错 他在最终明白这道理以后 也原谅我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也认为我当时呢 被对姓老师这事缺乏 受到了误导 当时能处境下他 他说出那些过激的言论和行动 所以 这个话是我妈说的吗 对 这个你妈就是 应该是这样想的 这个是你觉得我妈觉得 而不是她觉得 就是她没有说过这个事 没说过 很清楚说的 上一次在家长群里分享 有一个治安长 他就给我提出了问题 说你做了这么大的 被董邦邦伦伦伦伦伦伦伦 你向他道歉 但是呢 我听过我也是一带而过 我没有这个 没有去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必要的 就是因为你做过一个伤害 自己亲近关系的一个人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要讲出来他的感受 然后你需要完成你的道歉 我觉得需要这样一个意识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去让之前那些遗憾 能够让我觉得在心里面慢慢化解 有个小时候可能真的就是 我妈就是真的不愿意给我买那种 新的一块钱的那种中心笔的时候 她会说去医院拿 但是第二天她又没有拿 就是会 可能觉得对一个 就是可能 就最亲近的人的一个信任感吧 第一次我会在床口上刻出来说 我再也不相信你这种话 对 她去年她是在我去苏州上班之前 她给我买了两只新的中心笔 这个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就是一种和解 因为多年前没有完成的一个承诺 就是她终于意识到这个事情会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是 是有必要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 是适应一个正宗的道歉 今天9月10号我爸来说 9月9号是什么 因为是我过生日 然后我爸过来了 然后其实我妈没过来 我还是有点失望 你妈不是订了票了吗 后来你外公去世了吗 你外公去世以后呢 等一下我外公去世 人家是不是有吃钱吗 他吃钱对 吃钱但是你妈呢 这个是她比较迷信的一个人 她听你说呢 就是说父母去世以后呢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要出门 也不要走动 老妈也是出于爱心 就是说 对她也有说 她说她最近那几天都没有去见同事啊什么的 就是同事也会 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会稍微在意 她说刚出院以后 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那个朋友又没结合 她认为就是说 别人很忌讳这个事儿 来了之后 见面的时候 在车站是 我没有找到我爸 说我对象就找到我爸 这是我爸第一次见到我对象 我觉得整体的相处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 因为我对象还没有出轨 然后我爸爸之前 会对这个事情 会不要在意 我当时跟我爸讲说 就是你来的时候不要讲这件事情 我爸他现在非常想让别人出轨 其实他有可能是把自己想出轨的一些想法都收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自己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没有去跟周围的朋友啊什么的出轨 我会发现就是其实自己会带来一种不比你好的这样一种状态去跟人去交往 那我出轨 你没有出轨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生活上还是会有很多的和朋友啊没有走得那么近 这半年到一年我慢慢的会说大家可能你不管是什么状态 出轨也好没有出轨也好 你是接受一对一的关系也好 就是那种多元的关系 就是一对多啊或者怎么样 你不想进入这种比较稳定的一对一的关系也好 我现在慢慢的会想法会越来越放开一点 我觉得之前还是会比较摘的 我们和自己亲戚的人在一起是希望说 不管他有什么状态我都去接受 就像我希望我爸不管我是同性恋还是青恋 都可以接受我一样 是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呢 我孩子就说像我们出轨以后呢 他的心理压力加强了很多 所以呢 出轨以后呢 对这个幸好说这个群体的状态呢 能够好很多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这个担心呢 如果小赵长期不出轨 会不会以后形象你们两人的感情 对你们的感情的稳定 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方说后期如果出轨了 他这个父母就不加了 离婚了 那会不会 他爸妈离婚已经 逼了快十年了 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 你自己的一个自我认同度吧 因为有些人他自己 其实倒也不是爸妈 逼不逼他自己 之后心里面没能坚定住 他也知道我是一个 就是出轨的状态跟家里面 他也知道如果想跟我 可能比较长期的走下去的话 肯定他自己也是要出轨的 所以他自己 也是在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 他前段时间可能跟他公司的同事 如果在我们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 碰到他会主动加入支持我对象 包括这次去苏州 我们去有一个咖啡店 然后遇到他另外一个同事 他就直接说这个是我对象 就是对象他爸爸 然后刚好在苏州这样子 然后他自己是今年你说了10月1 他是就是把他小姨也请过来 小姨是他之前他出轨过的 但是进大程度没有那么好 他小姨就说我好像你是在开玩笑晚上 但他只要他请他小姨 然后他爸妈来苏州 他是想跟家里面出轨的 对 所以就是都在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不太确定我爸爸现在有没有准备好去 所以如果是真的赵耀跟家里面说 你会去选择去面对比如说他的父母吗 完全可以面对 是 我做检验者是吧 就是说赵耀家庭 他父母都更应该站回来给他支持 这个我会跟赵耀和国民说这个事情 应该会比较开心 我觉得有一些帮助 潜在的帮助在等着他 他自己也会可能会更有力量 会更愿意讲出来这个事情 是 是 是 实际上是他出轨的自然 不要讲这么官方 你都是他爸爸 你都讲这种 真的是出轨自然 是小老公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